我在夏季末尾的时候 嫁接的一颗就是仙人球 当时告诉大家是捅屁股嫁接的 现在看一下什么样子 你看它现在呢 已经开始明显的生长 而且彻底的愈合 底下还长出小的侧芽来了 证明它已经愈合的非常的好 如果到明年的话 球会逐渐的变大 底下的侧芽也会逐渐的变大 而且侧芽我切下来插到土里去 又是单独的一颗 这就是价接的样品 我价接了一共两颗 都是整个仙人球直接放到上面的 整体的状态都非常的好 都已经成活 所以说您可以按照 我前面视频说的方法去嫁接 再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种的 一下上面长了这么多侧芽 这个是怎么价接的呢 这个是我用仙人球 直接底部剩下的底 然后切了多块 就一小块一小块的 直接放到三角上面的 结果呢 它现在都成活了 这个底部呢 我是一共是切了三块 价接上都成活了 它底部去嫁接的话 由于它没有生长点 它中间它的球就不会变大了 它只会从次座上去长出小的侧芽来 因为它价接上以后 整个球非常的饱满 它没有办法去长大 只能从次座上长小 找小的侧芽 一般在大棚里 都是切成一块一块的 去价接 一个仙人球 打个比方说五厘米 它会切成十块八块 然后挨个价接上 这样价接上以后呢 它会一下子一颗就能够繁出 繁殖出五到十颗小侧芽 这个期间 繁殖到可以出售的话 大约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 最快的需要三个月 它就会不断的往下切 不断的卖 这样 反正这个速度您说快不快呢 但是呢 这种推化的 它长的是快 后期呢 它去发干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建议您去买的话 最好是买长出根来的 这种直接牵下来的侧芽 就不要去养了 特别是在南方福建地区 这种价接的方法非常的多 而且在南方一直处于高温的阶段 您拿到家里去 它没经历低温 到了冬天就容易出现化水的情况 像小齐这的话 价接的话 只要长出根来 基本上就不会出问题了 所以如果您想要价接 可以试试 切段价接 或者是直接捅屁股价接 切段价接 后期的视频我也会教给大家 那么我们价接上以后应该怎么养呢 价接上 无论您是用卢神木 绣谱 或者是用三角 用夜仙价接 都是可以的 但是价接要按照真木的方法去养 比如说我们养过用夜仙价接的 或者用三角价接的 它们都是怕低温的 我们冬天要保证室内的温度不低于5度 想要让它生长要保证10度以上 这样才能够让它快速增长 按照真木的方法去浇水 真木它比较粗壮 又比较洗水的话 您就等盆土干透 直接给它浇透水就行了 只要真木再长根细发达 它上了这球体就会长得足够快 所以我们要选择真木的时候 选择饱满肥厚的 不要选择那个很细很小的 而且干瘪子 这种价接上后期也不长 按照这种方法 再去适当的补充肥料 一般真木对肥料需求量比较少 如果说球长得比较大 真木出现干瘪的情况 你就直接用花多多10号高弹的 促进它快速的长大 如果说它在均衡的身上 你就直接一个月一次弹领甲均衡的 这样就能够保证不出问题 而且无论用什么价钱 都要保证光照充足 光照充足 真木长得好 侧芽长得好 开花性能也会强 而且一般到了春天 就能够快速的开花 小七满满这一棚 到了春天又有很多开花的 到时候开花再给大家做视频吧 如果喜欢小七出来 还可以喜欢小七的视频 不要乱给小七点弯就带走